玩個五分鐘會就被幹掉 我投你的欸 選上就不理人喔 你說我還沒選上我就不理人啊 不是選上不理人 你是誰 選前就已經沒有怎麼理你了 對啊 我秋條的 你們看到我整個連頭 蛤 你們看我是納美人嗎 為什麼 納美人 喔 那個螢幕喔 納美人 那應該是燕之寇吧 燕之寇的畫風 哈哈 燕之寇是誰 十三少是不是 登登登登登 好 喔 進直播喔 這麼快 喔 好 各位大家好 新年快樂 大家有沒有吃胖啊 喔 看起來原汁跟尾翰都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第二來賓是原汁 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開工愉快 就這樣啊 祝你 賺打 你現學現賣都不會 你現學現賣都不會 好 賺大錢 我們問鼻祖啦 問真正的鼻祖 偉安 炭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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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炭錢 你台語有這麼糟喔 我造語蠻爛的 真的喔 你不要選了啦 你板橋你還選什麼選 歡迎這個順口溜的鼻祖 黃偉安 各位海外的華人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新年發大財 學業兔飛猛進 事業前途似井 吉大炭 大炭吉 炭大吉 好 你再講一次 你再講一次 我最後一句 對 祝你炭大吉 吉 吉大炭 大炭吉 吉大炭吉 吉大炭吉 有什麼鬼氣氣啊 我現在知道有一種很 會贏的 你不要突然出現一個賭場的照片 你在邊邊繳喔 沒有沒有 有人教我一個會贏的方法 等一下再跟他 會贏的 其實應該是合法的可以去的啊 國民敢去嗎 對呀 新加坡對方是合法的 那個誰 54088他爸爸也是去合法的不是嗎 祭州島 他是去祭州島 應該也是合法 所以就是說 但是這是身分嘛 被招待嘛 就是怎麼講 就是公職人員不太適合 但明代是沒差是不是 明代可以假借考察 有些不自愛的就沒辦法 秋條又不自愛 我沒有去 沒差啦 因為現在當明代去酒店 後來都可以當陸委會的副主委了 所以我們現在標準很低 我們就是要往那個歪的方向去 太正直的都當不了我們敬打的官 那我應該假借去找黃宇漢 混進肚腔裡面 我又沒有去 你幹嘛經過他 你不是住在那間嗎 可是我每天都在那邊跑步耶 多健康啊 你說新加坡啊 你們一起去嗎 沒有 但有重疊嗎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真的 這不是假的 就遇到一些有的是新加坡 大部分是台灣的遊客 粉絲 他很照相 我說好 就我照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人大聲叫我名字 喂 喂 在幹什麼 我說 乃哥 許乃琳 乃哥 你怎麼來了 我來做笑啊 你幹什麼 照相 對啊 許乃琳 真的是去哪裡 所以你本來認識他 你本來認識他 對啊 本來認識他 乃哥 我是昨天碰到那個誰 翁立友 他也去啊 翁立友 跟翁立友跟那個 在新加坡嗎 對啊 在機場遇到他 翁立友跟那個 翁立友我也認識啊 沒有碰到老婆 翁立友還有那個張秀成 然後另外還有一團 是那個曾國成跟那個誰 曲中恆還有普學亮 你們是去哪個地方 他們就在我飯店旁邊 那邊 他們演舞台劇 對對對 我遇到一堆人啊 我的天啊 對啦 不兇 蛤 我說我是覺得他們不兇 你接觸的是不是都議員 喔喔喔喔 沒有 你有接觸 白宮啊 他是接觸賴清德等級的 小美景 因為你那種已經單一席次選舉的時候 他沒有什麼招任 如果是這樣選 現在時間不好 要賭一下啊 就是說如果 如果又被人家發現 經濟有沒有比較好 沒有啊 民生有沒有比較好 房價還不是高 他也許可以操作抗中 但他不需要招到那麼大 沒有啊 沒有人家大陸打啊 如果按照你講的 他真的打太平島 然後束手無策 那台灣人還會支持一個嘴炮政黨嗎 他會拜託美國官網啊 對啊 我覺得這樣賭很大 美國好像蒙建也開過去 然後大陸本來要公島 後來又退了以後 就講說美國可以想要 你看他2019年選前撐香港 選後有離香港 就是慢慢我覺得台灣人有發現說 民進黨是在嘴炮 我是覺得我的理論一直是就是 當那個飛彈啊 子彈沒有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沒有看到棺材的時候 台灣人很多人是勇敢啊 打啊 對 但如果真的開始啪的時候 這個和平和平 World Peace很重要 對啊 重點是那個鐵在籃道 有沒有拉開啦 有沒有看我們上個影片 沒有 就兩隻狗一直在那裡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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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的時候 放開就要互相離開 就走後退了 很奇怪耶 為什麼會這樣 我是覺得民進黨 如果要利用這一個 把他當成一個紅利的事件 可是你可能要想想看 中國大陸他 比如像韋翰講的 他到底會弄到什麼程度 對啊 你那個不可測 如果大家覺得那個刀 已經到鍋子那邊 沒有 他會去分析 我告訴你 你現在狀況的話 看起來今年中國大陸是比較緩和的 對啊 從年初習近平的談話 從去年就是啦 去年的選舉他們就很平和 然後加上你看這次金九 一去談就OK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設定 中國大陸不會真的打過來 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就會 不然要怎麼辦 你待會回來看 民進黨能夠靠著民生內政 讓民眾認同投給民進黨嗎 那不然怎麼辦 2019年那時候是怎麼贏的 本來2018年輸那麼多 不就是因為 因為深奧電廠 然後台中的中火火力全開跟核實嘛 就輸了嘛 後來這些問題有沒有解決 也沒有解決啊 那為什麼贏呢 為什麼贏那麼多 當然因為那時候韓國瑜 反送中 對 反送中 沒有啦 重點是反送中 韓國瑜其實是啟致的 對啊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啊 反送中啊 對啊 就這樣啊 那他現在就是 他只能靠這個 所以現在就 因為美國已經壓在民進黨那邊了嘛 啊 對不對 美國跟國民黨都沒什麼接觸啊 除了越人之之外啊 對啊 越人之你被美國人接觸啊 越人之你取代朱立倫 這美國唯一的管道是越人之 我們也要保護是不是 越秋條 他要寫秋條夜 對不對 好不好 嗯 我剛剛直播有講說 我們去泰國玩的時候啊 很多景點啊 他們表演團體 表演到一半都會講說 欸 請問中國人在哪啊 然後有人舉手 他說來 接下來的表演 Special for China 就是因為 他們就很歡迎 那個中國大陸客 因為他們 觀光大國嘛 然後 他們就 請問有什麼 欸 各位網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喔 這個過年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很擔心很多人才在過年 因為我今天騎摩托車上班的時候 路上人 車比較少 少很多喔 跟 跟小年夜 不是 因為 上班是有 但是上學還沒有 所以路上人會少一點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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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那邊都是上班的 車子 就是從那 從南港到 我那個時段啦 九點沒有上班 可是有一些家長 他會是上學時間 帶小朋友去上學啊 九點 小學啊 沒有沒有沒有 九點就沒有送學生去的嘛 都是上班族 可是我同一個時段的車流來看 我覺得很多人是請假的 阿如果那麼多人請假 我就很怕很多人沒看電視 阿可以看重播啦 明年是六天假 可是有人講說你只要彈性放 彈性請假 彈性補班三天就可以修十一天 可是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會這樣說 可是台灣人就是 如果你只修六天就好短 一下就結束了 過完點跟朋友還聚不到就結束了 十天也是一下 十天又太長 明年這個時候是不是 總統大選已經選完 對 明年的過年是二月中 所以就選完很久了 明年投票的日期有出來嗎 明年 應該也是一月初吧 有一個前立委跟我講說 他預判明年總統跟立委會分開選 分開 他講的啦 綠的嗎 這個人是權威的嗎 我覺得他講的也是有一點的道理 你今天講話可以不要一直抖嗎 你為什麼今天講話一直抖 因為他現在是秋條 真的喔 秋條圓 秋條之 好啦你抖 我看你沒有抖講不出來 他講說因為 如果說一月選的話 一月選的話 蔡英文要看守四個月 四個月 但如果說三月選的話 他只要看守兩月 他只要剝腳兩個月 這個問題每一次都會提出來 可是最後都還是四個月啊 不是 二十年前是分開的 分開啊 對 原本是一月選立委 三月選總統 所以三月二... 可是我們一月選總統是不是有規定啊 沒有沒有你聽我講 二...兩千年的時候那一天選總統是三月十八號 我都還記得啊 兩千年三一八那天投票 三一九 對三一九 對三一九槍擊案 那是兩千年 三一九是兩千零四年 兩千零四年是三月二十號投票 所以前一天三一九槍擊案 所以一直到二零零八以後 就馬英九那一屆以後 他才合在一起投 升遷了 那時候可是因為要升遷了 他等於是總統選舉往前提兩個月 可是看守四個月確實是... 但是從那是以後 不管選舉的勝敗之後 中間的那個勝選者跟上任中間隔了四個月 但原本我們中華民國 因為按照憲法規定 我們就職那一天就是五月二十 這是不能動的 要修憲的 這是在憲法 經過市政府 你當過發言人喔 對啊 他新聞處矚蜜啊 是啊 矚蜜喔 他是矚蜜啊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矚蜜 所以你那時候月薪十四萬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是矚蜜啊 十四萬 沒有啦 他有另外加幾啊 朱立如另外再給他六萬 所以加起來十四萬對 他報給我 正確 對 我覺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有的人八點到五點下班 有的人九點到六點下班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你從八點到六點都有的 不用付加班費 對啊 就是他 他也可以讓那個 在線的服務員員比較長 時間拉長 我還是覺得很難想像 因為比如說像我們單位是就是要從開會開始 可是我跟你講 剛剛我沒有辦法解釋那麼多了 因為我們是新聞圈的 誰在管你啊 我們真的看對不對 翻起雲沒有走 其他人不敢走 對不對 你講翻起雲 對啊 我解釋一下 這是我們政治組的主管 我跟要說不會怕他啦 但是下面的人對不對 我怕我怕 我是他下屬耶 你那麼老了 對啊 但是對 因為新聞圈這樣 已經九點了對不對 那採訪圖在那邊 大家都不敢走啊 記者還在那邊問明天的行程 因為他會講說 你都問好了 所以你明天不會漏新聞 怕嘛 又回到座位那邊問 對不對再問一輪 因為我們記者是被剝削的 工作時間很長的 現在聽說記者圈的工作 跟以前不太一樣 對啊 連年輕的記者也是時間 到八八一定就走了 你叫也叫不回對不對 所以你說 那天我就聽到老主管在感嘆啊 叫不動了啦 他就說什麼 以前如果講到出差什麼的 然後再算那個半小時一小時 對啊 他現在半小時都要跟你算 這半小時班怎麼補 一定跟你算的啊 超過十五分鐘 我跟他說時代不一樣的 對啊 可是我們被 我現在如果還在電視台當主管 我們被奴化罐了這樣 我跟你說我現在還在當主管 我就被投訴了 啊啊啊啊 因為我太兇了 沒有沒有 你那個會被磨掉 因為 沒有我可能不小心 我現在不夠了 公司會叫你要用新的管理方式 我就馬上被換掉 就是你不能當主管 因為太兇會罵 會罵記者 公司會說不能用罵的 就是做得很爛 我覺得大罵 痛罵 排桌痛罵 我們以前被交的時候 是我們都是被羞辱式的罵 所以現在都沒有罵 現在都沒有罵 我已經不當主管五年 現在罵一罵就走了啊 就開始檢討為什麼 我2018年就出來了 我以前 後來幾年沒有對啦 我剛開始當主管的時候 記者的稿子寫太慢 或太爛 我會非常生氣耶 我還會大拍座 然後一叫一百公尺外 整個東森的 後來我們主管他講說 你不要那麼大聲罵人 你這樣子對啊 就叫我不要那麼兇 所以他講說 哎呦 那個黃漢 你去拍一下啊 拍一下 而且我們以前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以前出差 比如說我出差到高雄 那我這個行程可能 超過14個小時 12個小時 然後其中還加上通車的時間 比如說我早上六點多 就從家裡出發 然後搭高鐵 然後採訪可能是九點十點 然後回到家 加完稿子 回到我家裡面 是九點十點 他就會問你說 那我這中間通勤的時間 算不算加班 理論算算不算 算啊 以前沒有算的喔 理論上算 以前哪有在算 我告訴你 現在都要算 以前最慘是 因為我們常常國事訪問 回國的大概是台灣時間 六點多七點 那要不要進辦公室 裝備要不要帶回去 電腦攝影機什麼 弄完了大概快中午了 對不對 然後主管就講說 基本上就 你可以回家了 那那天算上班 但是呢 對對對對對 那天有的也不會